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节目点赞里面打赏 对我们施黄茶老将香酒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少少用一码 那么了解一下 我们在台北现场 跟大家继续的分享 老杨到处说的节目 中共的官场大清洗 有人说是创纪录 也就是到了执政十年之后 习近平继续对中国官场下重手 这是兰华早报 香港的南华早报 在1月3号报道说 根据南华早报的统计 2023年中国的反腐败斗争 创下了新的纪录 就是说执政的共产党 在习近平的管理之下 指导之下 他的反贪污机构 已经对45名高级官员展开调查 那是2013年开始 习近平进行的 针对党内全面的打击腐败的行动 那么在进行调查的肯定 发现到今天执政十年之后 习近平能无意放松 整顿中国官场的努力 同时也会顿出当局更加努力的执行 不折不扣他的政策 那么根据中国的中国中纪委 国家监委的公告 对2022年相比 2023年启动的高层调查数量 越升40% 中纪委在2022年记录了32级 针对高级官员的调查 这里面的大部分被调查的对象 基本上属于老虎那个群体 也就是中央管理干部的群体 也就是中管干部 这意味着这些人的级别 都是副部级以上 有些人少数人的级别 但是都是在重要部门 担任重要的职务 关键部位的职务 这些中管干部 其实是直接受 最高人事机构 中央组织部的管理 就是这些人 发现了任何不当行为 他们直接了当 就要面临中纪委的高层调查 那么根据纪律部的资料显示 45名被中纪委拘留的 留置调查的高级干部中 有27个人在接受调查 进行退休 退休是比较好做 那么我们就注意到了 就是邓一温他经常有话说 中纪委的大多数调查 都集中在退休官员身上 这说明在这些调查 揭露了习近平上台之前 更多的不正当的行为 这就包括在胡温时期 江泽民时期 江州时期 那么这些退休官呢 无一例外 他没有帮他逃避 进入调查 大家知道 中央党校是培养干部的地方 相当多的人 都是出生于中央党校 或者在中央党校混过 混过 拿过原品 那么在最近几年 被捕的官员之中 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 在现任职位上 腐败被捕的不多 不多 大多数的问题 就是到查20年 到查10年的问题 就是10年20年的问题 都是过去几年 中纪委不在中间 以前的潜规则 就退休官员 将免疫调查 不行 天涯海角 天涯追杀 现在应该说 至上而下官场 是惶恐不可 惶惶不可 中日 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那么随着这个中共党内 目前对党内的一个 反腐的斗争发现呢 我们就发现过去30年 由于经济快速发展 党体国法的松弛 而进了很多的问题 很多问题 即重难反 但对中共的 整个政治的影响力 对它执政基础 也会有很大的伤害 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的迹象表明 习近平会停止挖掘 倒查10年 20年这个步伐 那么自从反腐运动 发起有11年 中纪委根据不完全统计 共解除了294名 高级官员的职务 那就是副部级以上 当然也包括郑国级 这个数字还不包括 中国军队 大多数的腐败调查 几上千个应该这个 有关的一个军事将领 被调查 中国军队是通过自己的 纪律检查委员会 进行自己的调查 也有自己本身的军事法庭 那么这个机构 大概属于中国最高的 中央军委 来极度保密的情况之下运作 那么这个呢 也是外界了解不多 所以在2023年前 中纪委的一年调查 副部级以上 或者中管干部以上的 年份是2014年 当时有38个人 遭到调查 2020年18名 正部级或者部级以上 受到调查 从那以后数字一直在上升 2021年有25名 高级官员受调查 2022年的32名受调查 这个数字就逐年上升 一调查20年 那可不及时的数字 可能还不少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 刚刚我们也在 我们节目中说过了 就是有9名将军的职务 已经被解除 他们也免除了 他们全国人大代表 包括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 虽然没有证实 这9个人是不是受到腐败而受调查 但这些人过去早些时候 也已经被调查过一两遍 那么根据国内高等院校的一个调查 发现了很多迹象明显的表示 今年也就是2024年 打老虎抓苍蝇的工作 会在进一步的扩大 两个敏感人物 就是前外交部长秦刚 前国防部长李尚胡被免职 那么也谈到了9名高级官员 遍及海陆空三军 那么有9名的官员 说明军方过去将近一年的调查 已经取得初步教果 当然这个事情很敏感 外界知之不多 现在我估计各个国家的 主要经济情报机构 都在想了解一下 更进一步的细节 秦刚和李尚胡去年被免职 到现在还没有给出免职的理由 那么没有给出免职的理由 是事关重大 事关机密 事关敏感 但是我们也略听了一些消息 希望在适当的时候 也给大家做一些分享 接近科幻小说 政治小说的情节 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那么中纪委要在下个星期一 那么现在每年年度 都要召开第三次的会议 估计习近平也会有个假话 那么全国现在的数千万的纪检 监察人员也在制定新一年的工作对话 那么去年在监纪委系统 也抓了不少所谓的内鬼 所以我们就到这个工作 看来也是一切才刚刚开始 郭文贵这句话 现在动到哪里都是合适的 那包括郭文贵本身的命运 也一切刚刚开始 当然这跟周期也没什么关系 首先我们有一个感觉 第一 制度性的腐败 注定使得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制政党 没有办法在我们可见的一段时间 从根本上杜绝腐败 不敢护不想护 这个所谓的这样一个前提 这个估计的还会有人前不后继 因为土壤还在 这个权力寻租的根子还在 所以呢这个反腐工作 应该是一个长年累月的工作 对所有的干部头上都有一把剑 这把剑呢 就是中纪委和习近平亲自颁发 第二个 中纪委系统这些年也抓了将近 两百多个内鬼 也就是这个系统也有些 你通风报信啊 诸如此类之类的 有些是有共犯结构 内鬼抓不完 贪腐官员抓不完 这样一个现实 包括习近平亲自挑选 去选拔的很多高级干部 都铃铛下马 纵箭下马铃铛入 这是让老大脸上最挂不住的一点 当然也说明这个党 其实腐败的情况很普遍 那么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党 已经成了一个抓贪官 成了他那个新唐太 那么这样一个百年老党 说的是不忘初心 但是难免也走上了 其他百年老党的老路 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抗逆一个 政党一百年之后 他如何有一个 在新触发的一个规律 第三呢 当然借这个机会 继续的清除党内的议题 消除隐患 这个呢 也是目前这位习近平先生的一个当务自己 你说的呢 组政了十多年 内部的隐患 他根本没有办法消除 尤其他自己抓的枪杆子 刀把子 频繁的出事 而且是他方式的腐败 团团和我窝案 而且是在呢 有经济利益和其他政治利益相关 当然也不排除 有其他政治上的一些图谋 当然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习近平逻辑和 斯大林逻辑是不是一脉相成 这也让大家有很多的想法担心 借一个机会 利用这个什么反贪腐的机会 清除一局 倒查十年 倒查二十年 甚至三十年 这会让这个党 自上而下 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会越来越多 习近平几乎把党内的各个阶层都得罪 光了 那么在目前的这样的惶惶不可终日之下 政权的运作会不会陷入躺平或者停摆的状态 这个需要了我们再看进一步的事实来做很多的验证 最后一个结论 就我个人理想 十多年的反贪腐的路径和方华论 看来是出了一些瑕疵和问题 这问题如果再搞下去 可能会变得比较严重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请订阅atenします 所以发确认 记得 być 感谢观看